今天超級美食家很高興邀請到國寶級 國寶級的麵點大師 周清源周老師 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的現場 周老師先跟聽眾朋友問好 大家好 瑞亞姐 早 對啊 周老師 我知道周老師已經從古言所退休了 對 40年了 對 40年 然後還有周老師現在是喬太欣麵粉廠的顧問 因為我上次去參訪喬太欣的時候 我看到周老師研發了好多東西 可是我在前兩天看到一個有關於喬太欣麵粉廠的新聞 跟品質有關 周老師 那是什麼事 那個是最近大家在追求的一個世界級的印證 世界級的印證 對 叫做SQF SQF 它分成三級 那我們拿到的是最高頂級的Left 3 你們是第三級 第三級是最高級的 就是我們可以講 叫金字塔來講 它是一個最頂級的 那表示我們的命粉已經達到世界級的最高標準了 這個要怎麼說呢 就比如說這個驗證機構是什麼驗證機構 還有要怎麼樣的方式 通過他們的驗證拿到世界最高等級的標準 實際上這個最高等級的標準是你要符合所有的不管衛生 還有管理 還有自我管理 因為最近我們發現在品質方面呢 員工的自我管理才是最重要的 你講是工廠的管理 對 工廠的管理 像ISO一樣 有其他的國家有麵粉廠拿到 聽說好像只有一個麵粉廠拿到 那在台灣是我們第一個拿到 因為我自己其實對這個認證有一點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我知道有很多很多食品加工廠 他們都在追逐 還是食品廠 食品公司 他們都在追求 就是他們追求的一個新的里程碑跟標杆 對 我就是前幾天我就看到了媒體有報導這件事 我說喬太欣怎麼會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五就六月八號 他澳洲的主管單位來這邊塑證 那塑證之後呢 我們也辦了一個活動 就邀請我們所有的廠商大家來見證 大家來猜猜有哪一些人是獨家 只使用喬太欣的麵粉廠 全部都曝光了那天 對 那邊都有的 而且都是很有名的 而且這些服務這些相對的單位都是一二十年二三十年 甚至永久都在用喬太欣麵粉 哪一些呢 周老師 哎呀這個太多了 你看到外面有馬字號的營養麵包的就是 馬字號 真的喔 對 馬字號的 前台灣有六七十家的 馬字號的 對 七十幾家 馬什麼先生的 馬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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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 我還看到了 鼎泰豐 也是 還有 南橋 南橋 對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餡餅 還有朱祭餡餅 朱祭餡餅 對 還有大家經常要去排隊排不到的副航 副航 也是 還有那個現在 太多了 還有很有名的饅頭店 叫六張里饅頭 六張里饅頭 對啊那個從多到尾都是我們的 我前兩天幫我媽媽在家裡包混沌 我們跑去植心麵粉廠 就是那一次 在跟喬太欣的董事長林明 林明嘉在聊天的時候 有沒有 那個時候就在講說 對對對 他說有一個 有一個 致麵 致麵的 而且很低 就那個致麵廠也不大 然後他是專攻菜市場的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也指定用他們的東西做麵條 我就是那一天還專程跑到巷子裡去找 去找 好lucky喔 我就找到了 就找到了植心的混沌皮 實際上我們外面還有像這一些 像齊勝的官廟麵 那個都是我們 還有誰的官廟麵 曬乾的那種官廟麵 哪一家哪個品牌 因為官廟麵 齊勝 齊勝 因為官廟麵的品牌太多了 太多了 他也是全部 還有像這一些 麵條工會的 很多都是用我們的 可是鍾老師我想要問一下 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如果我今天是使用者的話 我其實不管有什麼認證 還是不管這個廠 因為 老實講做製造麵粉的廠商都是大咖 大家知道都是台灣 都是有份量級的這些企業 傳統企業 就是我在使用上面有明顯的差異嗎 實際上最明顯的差異 這是一般大家不講的也不知道的 我們用的麵粉 實際上都是高筋小麥 高筋小麥 一個小麥呢 假如磨下來之後 它會有中心的麵粉 我們叫粉心粉 還有外面的粉 我們叫外顏粉 外顏粉 外顏粉一般來講的話 麵筋含量比較高 所以這邊教科書很多寫的是說 蛋白質含量高的加水都是錯誤的 因為外面含的麵筋高的話 它的麵是軟性的 軟性 所以越高筋不代表越好 對 並不代表越好 我以為越高越好 對 不對 那我們 那假如這個高筋小麥的中間的粉 那它的蛋白質會比較偏低 假如它是14.5的小麥 它裡面大概只有12 13 中心 外面可能達到15到16 17 它會這樣兩個平均 那用這種粉來製作的話 等於是我們用高筋小麥的粉心粉 不是中筋小麥的粉心粉 所以等於是粉心粉變成一種好的代表 最高級的粉心粉 那粉心粉裡面又分成一集兩集 對不對 好我們要先休息一下這一段廣告 讓聽眾朋友終於知道一顆小麥磨成粉之後 到底是粉心粉還是粉原粉 大家要怎麼看 休息一下再回來 我們這一段是我們的預告 然後呢也提醒大家今天晚上 中廣流行網超級美食家FM103.3 我們邀請到了周青元國寶大師 周青元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大家要準時收聽哦 非常精彩 哦對 還有讓大家看一下這本書 因為呢 周老師呢出的第一本書呢 也有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賣得非常好 那可是他這一本 我發現這一本讓我覺得 我好想要動手做 因為這本裡面的配方好多哦 有些還是傳統的麵食 準時收聽 今天晚上六點 超級美食家 拜拜